你好,在這個影片裡面我會介紹一下 在你需要什麼的硬件去設計你的餐飲系統 那在這裡的話你可以看到我們 你最基本的話你先需要準備一個路由器 這個網路路由器的話大概就是一百多塊人們幣 或者是港幣非常便宜的這個路由器的話 準備了路由器的話你還需要這個網路線 這個網路線的話可以需要非常長的網路線的 因為你可能就是你的路由器跟你的網路打印機 就是你這個打印機去你的廚房水吧有一點距離的話 你就可能需要十幾二十米的網路線 這個網路線的話基本上它的標準都可以 傳輸到五十到一百米的沒有問題的 所以只要你有長的網路線就可以把你的訂單 送到你要的廚房和水吧裡面的 準備了網路線了以後的話就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下這個安卓的平板電腦或者是安卓的電腦 這個這兩個的話也是會安裝我們的軟件 Smart POS的那你可以如果你喜歡用平板的話 你就準備一個一台平板和一個支架 如果你喜歡大一點的話就安卓的電腦也可以使用 那這個在我們的網路網上商店也有的賣 然後過來的話 你還還需要準備的話就是網路打印機 那這裡有兩台的網路打印機 基本上你最基本是需要兩台的打印機的 一台就是給你打印那個帳單 一台打印去那個廚房或者是水吧 那這裡兩台的話有什麼分別 這個這個是一個熱穩的打印機 那基本上就是用熱力把那個顏色打出來的 這個就是針 這個是針絲的打印機 就是它會有一頭針在紙張裡面打 這個就會比較慢一點和貴一點 這個就便宜一點快一點 然後你會需要一個收收銀的這個錢箱 這個錢箱的話就普通的錢箱就可以了 那錢箱的話你就需要一個是RJ11的這個連接接口 這個接口的話就基本上跟你的電話線的接口都是一樣的 這個RJ11的接口 然後如果你需要那個無線下單的話 那你這裡的話你可以壓歪自己選購這個安卓的手機電話 或者是你需要這個製作點餐的系統的話 你就可以準備一個安卓的平板電腦也可以 那這些都可以幫你給客人或者是你的員工無線下單的 那這裡就是你所需要所有的硬件的準備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給我們發個email 或者是看我們的網頁 我們網頁準備了很多的文件 給客人那個諮詢的 那謝謝